因为这上面这边要一个网页 这边也要一个网页 这边也要一个网页 所以呢你就按三下新增网页 按三下 好了以后的话呢 这三个都要存档 那怎么存档呢 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边有个储存嘛 把它新增网页之后的话呢 就存档 存档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跳出 问你说呢 这一个名称要叫什么 这个名称 那这个名称呢 根据题目的要求 你会发现这个表格里面 它这个表格里面 就会告诉你答案了 表格里面 这边上面不就有个 叫title.htm 到时候你输入名称的时候 点htm不用输入 就输入title 这样就可以了 按一个储存 那这个就会储存成叫title 点htm不输入 因为它自己会产生那个负档名 所以不用输入 按储存 这边呢就叫做menu menu 那这个就储存就可以了 一样的方式 储存之后呢 就储存这个title menu 那这个就叫做men 好 按一个储存 这样就可以了 menu 这个 这个title menu men 按一个储存 那最后 其实它有四个 最后一整个 特别注意 一整个 全部就是叫做index 你就把它index点一下就可以了 那index呢 在一个网站里面 如果叫index的话 一定就是 所谓的首页 首页 也就是说呢 人家一进到这个网站 第一个进来就是index 就是首页 那另外就是说呢 这个题目里面 还有个要求 就是 它有个所谓的标题的名称 标题有没有 那这个标题名称的话呢 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里面呢 它这个标题名称 应该叫什么呢 在 那个 你们这边应该是在第十一页 倒数第二行 那孟小姐应该是在哪里呢 在 你这边应该是 国立高中 国立玉山高中社团介绍网站 你这个应该在一之二页的倒数第三行 一之二页倒数第三行 网页的标题为这个 所以你就把这个名称 按变更标题 然后把名称打上去 每一题都一样 所以以后每一题只要框架就一二三 然后最后就index那个要变更标题 好那这边的话按确定就好了 把它变更一下标题 最后按一个储存 这样的话呢 他问你要不要取代 那就选择4就好了 把它盖过去 好那这样的话就完成 第二个步骤 所以我们先教两个步骤好了 简单快速复习 第一个步骤 开新档案 单页网站 C冒号斜线 Web01 按确定 第二个步骤 一样开新 然后上面这里 框架页选这个 然后新增新增 画面先还给各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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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